你见过这样的深深吗 猜出我是谁的吗 好 我是谁 可以吗 没有话我说报了 哦 我再来 三二一 我是谁 本周腾讯由你音乐榜 榜单来写 周深两首歌进前三 余琴和花开忘忧 余琴也是苍蓝绝中的歌曲 只要周深开口 观众们就会被周深的歌声 还有东方清仓和小兰花的情感吸引 甚至是虐琴哭得稀里哗啦 而花开忘忧则是周深的新歌曲 好听又有意义的一首歌曲 月满花开月你忘忧 是他送给我们的祝福 听着他温柔的声音 感受他带来的惊喜 是这个中秋节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永恒每天我一次也没有 就算爱只是活在另一位时空 如果每一生再见会开启 一个新的风却被做一个梦 是时空能忘了终结 你好吗 离开的人啊 近日有网友拍到 周深出现在浙江嘉兴平湖 录制央视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这也是继七夕晚会 中秋节晚会之后 周深与近期连续参与的第三台央视的重大晚会 有网友称 这是周深总台分身 从网友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出 周深身着一袭绿衣 乘着渔船出场 小桥 流水 人家的节目设置 和自身气质适配度极高 节目整体仿佛置身于山水画中一样 这应该是周深首次参与三农主题的大型晚会 从各种现场花絮物料来看 周深演唱依托的就是当地乡村的真实景色 这也是央视丰收节晚会 首次沉浸式实景演绎 哇 这才白板一个 而周深演唱的作品 也与这田园风光十分匹配 不得不说 在陶醉于田园之美的同时 周深的唱功也一如既往的优秀 在彩排时就能听到现场阵阵的欢呼声 说到周深和晚会的缘分 从央视春晚 跨年晚会 中秋晚会 以及夏日歌会等 每次他带来的作品都能频频建筑热搜 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之一 今年首次登上总台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周深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9月23号晚间黄金党 CCTV1 CCTV时期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一起期待一下 这几年 周深不仅在歌唱事业上 收获了很好的成绩 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 赢得了越来越好的形象和口碑 让他逐步成为一名 耳熟能详 老少皆宜的国民歌手 为什么会提到周深的待人接物呢 因为前几天周深到云南各地旅行采风时 在飞机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被网友拿出来说了一下 觉得挺能反映他这方面的优点的 据一名网友爆料 在飞往云南的某行班上 自己朋友的朋友偶遇了同班机的周深 并坐在了他正后方的位置 中途这位朋友有件衣服突然掉落在地 结果被前面的周深看见了 便捡起来先拍了一下上面的灰 然后再递还给了他 爆料称这位朋友本来不追星 他之所以眼不住把这事分享给朋友 是因为周深拍了拍灰 才把衣服递还给他的那个细节 感动到自己了 就像爆料者所言 帮助捡起来就相当不错了 还要拍拍灰 这恐怕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呀 细节见人品 很显然周深的这个举动非常圈粉了 连上述那位从来不追星的朋友 在下了飞机排队做核酸的时候 还偷偷拍了一张周深的背影 实际上这几天不少网友 都拍到了周深在云南触没的一些画面 比如在大理凤仪机场 周深就被很多人偶遇 当中还有人拍了小视频一发到网上 视频中周深的穿着 跟上面那张照片中的穿着一致 说明周深方面确实存在这趟行程 除了大理 还有人在丽江境内看到周深骑马的场景 画面上他显得心情大好 骑在马背上对着镜头开心比叶 看得出来这一路的体验应该是很满意了 然而总体来说 周深此次云南之行还是安排的非常低调 以至于很多网友对他到云南具体干嘛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当然好奇归好奇 大家主要还是对他的安全比较担心 毕竟是疫情时期 出门在外得加倍小心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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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们偷懒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 才青梅用来尿叫你不许扑扑 从扑术的衣裳牵着那衣袖 牵着小猫你会藏狗 我们睡去的时候像孩子无忧愁 在梦里做个疯狂见你我都老了 那永恒没骗我谁算也没有 这份爱只是活在另外时空 如果每一生再见 会开进一个新的空间 没做一个梦 是时空偶尔的重叠 你好吗 离开的人啊 是时空偶尔的重双 是时空偶尔的重双 是时空偶尔的重双